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这个format vertex form 那你一定要了解就是一般上它题目会给你的就是general form 我写下来先 一般上它会给你general form general form就是fx等于ax² plus bx plus c 这个是所谓的general form 我们现在是要把general form变成vertex form ok vertex form是什么呢 就是a过虎x加b²加q ok 你现在要make sure你的题目是general form 之后你才可以把它变成这个vertex form 至于这个vertex form的用途是什么 你们可以观看我下个星期的影片 ok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a fx等于x²加3x加4对不对 我们把它写下来 fx等于x²加3x加4 ok 当你写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确保它是general form 是不是 是的 ax²加bx加c 的确是general form的format 这个是第一步 很重要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注重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要注重的就是这个x²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x²的前面是什么号码 x²的前面是e 所以你们要记得 如果x²的前面是e 意思是说你可以开始competing the square method了 ok 如果不是e 你还不能开始competing the square 就这么简单 ok 要记得先 记得是这样子先哦 所以老师现在跟你讲这个前面是e 你可以开始competing the square 那要如何开始 所以你记得我要你focus 这两个东西 这个x²到3x 你只是关注于这两个罢了 那个4你就抛在后头 不要理它先 ok 所以这个x²加3x到底它会形成什么东西呢 那每个老师的教法不同 这里老师会给你一个short cut 其实很简单的了 这两个 这两个term x²跟3x哦 你可以开成这样 大过湖 square 减 小过湖 square 然后加4写在后面 我要表达的就是刚刚那两个term x²跟3x哦 将会变成这个东西 大过湖 square 减掉 小过湖 square 能记得这个口号吗 你就当着它是一个slogan来的 大过湖 square 减掉 小过湖 square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非常简短 ok 那到底里面要填什么呢 ok 你先确保你先打开了这两个过湖 中间这个一定是减 可以吗 一定是减 那之后你才去填这些过湖里面的东西 ok 过湖里面东西是怎么填 很简单 你注意一下这个是x²对不对 x²的话 你这里就写x 你记得它的power是降低1的 ok 2减掉1就是1 ok 暂时你先不用去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知道它的power是降低1就可以了 2减1等于1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1你觉得不要写是可以的 可以吗 2降低1就对了 如果这里是加 你就写加 ok 接下来 这里有x对不对 原本它是x¹的对不对 你这里就可以变x¹0 但是我们都知道x¹0是1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x¹0就不需要写了 所以简单来讲 下次你看到这边x 这里就完全不需要写x 可以吗 这样这里的号码到底要填什么 是填3吗 答案是不是的 你的这里是3 所以你记得一定要用那个号码除2 所以你只需要写3×2 可以吗 3×2 那现在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这样这里到底要填什么 这里我们要填的就是3×2 就这么简单 怎么样讲呢 这个3×2 跟这个3×2是一样的 ok 如果你这里是填3×2 这里就填3×2 可以吗 好 所以如果这个前面是 比如说它是negative的话 这个negative也其实也不需要特地写来这个 不需要当然你要写可以如果你不要写也没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这个negative写在这里 positive写在这里的话你square它你也是会拿到positive的 所以那个减的话你也不需要写 总之很简单你这里看到是3×2 你这里就抄下去3×2就可以了 ok 那之后呢 之后我们要讲之错 你有注意到吗 这个x加3×2 square的这个format 跟这个a过虎x加b square的那个format是很相似的 对不对 我们有square 这里也是有squar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是插后面的那个部分 这个减到这个4 其实就是这个q来的 ok 从这个减到这个4就是那个q来的 可以吗 从这个减到这个4就是q来的 ok 所以这个q怎么找你只需要按你的计算机 你就把这个减type在这个4就对了 跟着打下去 ok 所以我们会写3×2 然后过虎起来square 然后加4 所以答案是7×4 对吗 后面那个部分是7×4 所以你就可以写答案了咯 就是这个你照抄 x加3×2 square 然后后面那个部分是加7×4 可以吗 做到这里代表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是vertex form了 明白 不好意思吗 已经是vertex form了 就这样子而已 ok 这个是我们的partA 好 现在我们来看partB partB是fx等于2x²-4x加5 所以我们先把它的题目抄下来先 我们抄在这里 ok ok 那我们抄了之后 我们就follow 刚才我讲的那个规则走啦 ok 现在我翻过来这里啦 所以fx等于2x²-4x加5 对不对 我们的第一步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可以讲第一步一定要先确保它是general form 这样它已经是general form对不对 ax²加bx加c的format对吗 那之后你要确保的就是x² x²的前面是e 我刚才讲前面一定要是e 但是你看到这里是2我怎么办 所以老师要你专注于这两个东西 2x²跟-4x这两个东西 所以现在这两个东西到底要做什么呢 你还不可以competing the square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确保x²前面是e 现在还不是e对不对 怎么办 你能做的事情是factorize ok 我们要的是factorize 所以我们会factorize这个2 factorize这个2出来 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写2过弧 这个是叫factorization 所以你问你自己2乘什么等于2x² 2乘x² 就这么简单 2乘什么等于-4x 2乘-2x 然后加5 可以吗 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做的目的是已经可以看到了就是x²前面是e 可以不可以 这个e可以不用写 我只是跟你讲 你已经弄到它是e了 当你前面这里是e 你才可以competing the square 明白吗 才可以competing square 所以现在我们要怎样competing square呢 那跟着我直直走 这里有点点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学过了就是x²跟-2x这两个东西 等下它会形成什么 它会形成大过弧square 减掉 小过弧square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写成大过弧square 减掉 小过弧square对不对 x²-2x会形成这两个过弧 但是 这里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过弧在这里 那就是非常大的过弧在这里 很多人会忘记放这个大过弧 OK 我要跟你们讲这个过弧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放真的是 会错完了 OK 现在你要理解就是x²跟-2x 它将会形成这个部分对不对 它会形成这个大过弧square减掉小过弧square 然后为什么这个大过弧一定要放 你们要明白 这个会形成这两个过弧对吗 你就想象这个是爸爸 这个爸爸有两个孩子 第1个孩子是大过弧 第2个孩子是小过弧对不对 所以刚刚你是2x这个爸爸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2 这个2是乘这个第1个孩子 还有乘第2个孩子 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这两个孩子是来自这个爸爸的 OK 2x爸爸 这个2乘两个孩子 如果你想象你没有放这个过弧 OK 你没有放过弧 就是说你的2 只是乘这个第1个孩子 2 并没有乘第2个孩子 可以理解到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要记得 大过弧要用在对的地方 用在适合的地方 那这里就是很适合 然后 那个 加5怎么办 加5你就照抄在后面 怕你会忘记 你先写下去先 那写了之后你才慢慢去填这个过弧里面的东西 所以 x2我可以讲什么 x2你就写x 对不对 减 你就照抄减 就是这样 x 你就不需要写x 2 你就拿这个2 除2 就会拿到1 可以吗 所以这个过弧是拿什么呢 这个我就是写1 那刚才我讲这里是减1也好 这里也只是写1 明保也是吗 这里1你copy来这里1 OK 这个1 copy来那边也是1 就是这样 那之后我们要这样子打开 打开这个摆设过弧里 我们要消 消除这个摆设过弧了 我们就 把这个2 乘这个第1个过弧 还有2乘这个第2个过弧 OK 所以2过弧 x 减 1 Square OK 然后这个2的前面是什么 positive对吗 positive 乘negative 会拿到 negative 2 过弧 1Square 2乘 1Square 这个2乘1Square 你就是抄罢了 你不需要 按计上去什么 你只是抄先 抄了 这个加5 记得写下去 那你们坐在这里 是不是已经看到是那个 Vertex form的format了 那刚刚我们讲 Vertex form是什么 Vertex form就是这个 A过弧 X加B Square 加Q 你已经做到差不多了 OK 你已经做到这个 2过弧 X减1Square了 你是 后面 后面那个部分 OK 从 -5 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Q来的 所以你只需要按你的计算机 OK 减2 过弧 E Square 加 5 等于 所以你会拿到3 OK 可以拿到3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 2过弧 X 减1Square 加 3 这个就是你的 f 可以吗 所以你成功变成 Vertex Form了 OK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记得 一定要general form 一定要确保 X square前面是1 如果不是1 你就要factorize factorize了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 competing the square 然后过弧 记得一定要 放 OK 这个大过弧 摆设过弧 一定要放 好 这个是Part B 这样我们来看 多一题 Part C fx等于 x-x square 加3 所以老师先把题目 抄在下面先 x-x square 加3 可以吗 我们写下来先 fx 等于 x-x square 加3 好 这个Function到底要怎样子做呢 到底要讲变VertexForm 所以一样道理 第一步 general form 它是不是general form 还不是general form 因为你注意到那个 -x square在中间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 变general form 所以我们可以写 -x square 加 x 加3 就是这样而已 那之后我讲什么呢 一定要确保 x square前面是 E 可是你看到的这里是什么呢 -E 对不对 所以我讲过 不要有-E 我们要E 明白吗 不然你是不可以进入那个 competing the square method的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 很简单 你只需要关注于这两个 就是 -x square 跟那个 加x这两个东西 你factorize OK你factorize出来 factorize出来这个减 所以你这样子写 减过5 减乘什么等于减x square 减乘 x square 减乘什么等于加x 减乘 减 减乘 就是这样 那那个加3 你就照抄在后面 所以目前减是在外面的 那个 x square前面已经是E了 意味着你可以开始 competing the square 所以刚刚有讲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 x square-x 他会形成什么呢 大过5 square 减掉小过5 square对不对 OK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写了 就是 等于 减 大过5 square 减小过5 square 但是我刚才讲过什么呢 这个减是为了这个爸爸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减是为了这两位孩子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大过5一定要放 OK一定要放 可以吗 我强调多一次 一定要放 这个减是为了这个 还有为了这个第二个孩子 可以吗 然后那个加3你就先写下去先因为怕你忘记 可以吗 所以这个x square-x你要怎样填在这边呢 x square你就写x 降低1 减你就写 x你就不要写x了 那 x的前面是什么 x的前面是E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不是填E 是用这个1除2 102 可以吗 那现在你这里是102 你这里就写102 就这么简单 记得 这个 两个term会形成大过5 square 减小过5 square 然后这两个号码是相同的 可以不可以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做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减乘进去这个孩子 还有这个第二个孩子 就是减过5 减过5 减过5 x减120 square OK 然后什么呢 接下来有什么 接下来有那个 减减对吗 减减边 加 然后这里你只需要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就可以了 那 所以前面的部分算是已经是ok了的 就是那个vertex form的前面那个 前半端 后半端就是那个q来的对吗 所以你只需要按你的计算机 ok 120 120 square 加3 所以你会拿到13 4 对吗后面那个部分是13 4 所以我们 拿下来先 等于 减过5 x减120 square 加13 4 可以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vertex form了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这里为止 所以可以了解吗 这个 如何把general form变vertex form 总之 一定要确保什么 一定要确保 Original是 general form 之后 要确保 x square 前面是1 如果是1 就可以像这个part a直接开始combinate square了咯 至于他过程他已经讲解很清楚了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1就要像这个part b这样子factorize出来 然后 要注意的是这个摆设的过湖 ok 这个摆设够很重要 明白吗 哈跟这个part c也是一样啦 你看你的这个 剪在外面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大过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希望这个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也可以帮到朋友 麻烦你们share出去给朋友 让他们知道有这个视频的存在 然后记得记得一定要subscribe ok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的回复你们啦 那希望你们学习愉快 然后下个星期记得下个星期我有新的影片就是 关系到 那个completing the square的 用途 他到底是用在哪里 今天你们只是学 如何找而已 可以吗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